带您了解致命疾病肺酸塞 同时送福袋活动还在继续 只要您打入电话 024-2318-6065 就有机会获得老铁的健康锦囊 一本 记住今天的口令 别让危险酸住肺 那么刚才阿智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肺酸塞来临之前 有没有什么风险信号 可以提示给大家呢 怀老师 其实说到这个风险的提示 其实我在我们的演播室 就已经看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是啊 谁呀 我们 危险信号 都是 你看都是 都是 每个人都有 什么原因 第一个 我来节目录制节目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都没敢喝太多水 这个水少了 血流 因为我们是早晨来的嘛 这个可能就是有高宁的 这种风险 再一个就是我们天天在这一坐 一坐可能从早晨八点半就开始忙 一直忙到十二点 这好几个小时不动 这可能也是一个血流余制的一个高温素 那么长时间的不运动 慢慢的这个血管它就减少了流动 它的流速就降下来了 流速降下来了 它凝聚的可能性就变大了 现在有些老人 身体不好的 平时在家里运动就少 还有一些基础病的 本来血脂就高的 本来血压就高的 这样人本来就容易形成血栓 在平时 不爱一怒 比如说一直在看电视 一直在玩手机 几个小时不动地方 血栓容易在这样的人身体里形成 还有年轻 你们虽然年轻 但是年轻人不良的生活方式更多 这些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血栓形成 久而久之 你做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个血栓在我们身体里 可能就是埋一下根了 所以大家可得千万小心